来今年高考还有几日的时间 为保障高考考生有一个舒适的考场环境 广东电网帮门台山供电局开启绿色通道 积极响应学校增容需求 着力解决学校用电问题 台山市培英职业技术学校 作为台山市高考考点之一 本次考试已启用46个事实 为做好高考期间防暑降温工作 需要加装92台空调 并安装高清视频监控 用电总量预计将增加300次牙 我们接到培英中学高考考场用电 包装需求申请之后 立刻组织人员在周末进行现场勘查 以校方进行实地勘查 并且迅速制定供电方案 全力加快越阔新装包装进度 从学校正式申请包装到最后送电 只用了10天的时间 6月30日台山市培英职业 技术学校高压新装工程基本完成施工 江门台山工电局组织人员对该工程进行验收 此外还对该考点配电设备 和用电情况进行全面摸牌 对安装空调的学校符合认真计算 提出切实可行的补供电方案 确保校生有一个舒适的考试环境 工程部门对学校的大力支持 全班的同志 加班加点 日月耕工 确保在高考之前 能够为所有的考试的市场 安装空调 改善高考的环境 也保证了以后学生 老师的教学生活的环境